2011财政预算案 在没有记命的情况之下 以声浪方式表决通过 声浪表决 所以是谁大胜谁就赢了吗 对 一半 财案恶毒通过之后 网络上可以说是一片骂声 部分网民又来称赞大马厉害 用声量就可以来表决极度重要的财案 只有马来西亚独有的表决方式 但不好意思 在这里我要泼你们冷水了 因为在国会里头 用声浪方式表决是合理合法的 根据议会常规第46-3条阐明 当有个问题需要解决时 议长就会询问在场议员 让他们以声量方式来表态知识或不知识 然后议长用听的来决定哪一边的声量比较大 当然国会的表决方式其实有两种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声浪表决 还有记名投票 这些操作听起来好像很过时 但其实西闽市制度的国家 绝大部分都是沿用这个方式的 好比如去年英国国会要表决是否退出欧盟时 也是如此这般 而在清场之后 议员们就会进入投票厅投票 但大马的记名投票就和英国有点不同了 来看看国会下议院在去年要修改宪法时的做法 要议员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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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议员 要议员的议员 要议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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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15人建立 请兴趣的选择 按照法律464 我会务员为 有一部分的选择 请兴趣的选择 两分钟 接着谷会议员们的座位 翻成好几个区块 当要寄名投票时 每个区块将各有一名国会议员 负责主意叫出所属区块的外币们 在主意记录所有人的表决立场 然后把记录交给国会秘书 由他们来统计 再把最终结果交给议长来宣布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每一次的记名投票 前后都会花掉大约15分钟的时间 事实上声浪表决的模式不是什么大问题 也没有议员挑起课题 因为声浪表决通常只是发生在 人数悬殊或是多数人都会支持时才使用的 换言之 使用声量表决也可以说成是默认通过了 然而在面临重大议案时 反对的议员就会出招了 因为不论朝野 只要有15名议员站起来要求记名 就能够达成条件 以目前的国会人数而言 门槛并不高 不过面对2021裁案如此重大的议案 作为反对党的蓝眼和火箭 却异常的平静 不禁让人好奇他们的葫芦力到底卖着什么药 如今裁案二读通过了 接下来就是委员会阶段 也就是每一个部门都会提出更细节的内容 如果根据西蒙所说 他们不会让裁案在委员会阶段轻易的过关 也相信到时候呢 还会迎来更多精彩的表决环节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